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 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 他夜间起来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侍女 并十一个儿子 都过了雅伯渡口 先打发他们过河 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 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 正在摔跤的时候 就扭了 那人说 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 你名叫什么 他说 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 与神与人教力 都得了圣 雅各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里 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 起名叫皮努伊勒 意思说 我面对面见了神 我的性命 仍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雅各经过 皮努伊勒 他的大腿就瘸了 故此 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金 直到今日 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金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看 《创世记》32章 21节到32节 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来看见 新的名字 有新的生命 21节这里 提到说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 那夜雅各在队伍中住宿 他夜间起来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死女 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伯渡口 先打发他们过河 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了 当所有的他的家人 仆人 以及这些礼物都过了雅伯渡口之后 剩下他一个人 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机会总是留给有提前预备的人 9月19日晚上 在看英国女王举行国葬的直播的时候 看见道路的两旁 有许多的民众站立 他们大概都是提早就去到那里 排队站位 英国的足球金童 足球明星贝克汉 他也排队排了13个小时 为的就是能够向伊丽莎白二世的灵鹫来致敬 雅各为了与哥哥与嫂和好 早早就预备好的礼物 连这些人员的安排 先后也都预备好了 雅各是有做好预备 做好准备的各位弟兄姐妹 不知道你是否已经预备好了 要展开与神的一个和睦之旅 为了要得着这永生的礼物 展开这个生命的旅程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我们所需要预备的一个日子 24节这里特别提到 当雅各预备好了一切 就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 这是谁呢 好像是神 好像是神的施政 但无论是谁 当我们回头 我们来细数这个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历程 我们的生命历程 也好像是一场摔跤一样 我们需要很用心 很认真 很努力 在有得力 得胜的一个决心 雅各摔跤是直到这个黎明 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我们要摔跤一直到见主的面的日子为止 神并非真的无法胜过雅各 而是看见雅各有一个必胜的态度 于是神就刻意让雅各来得胜 神的儿女们如果愿意积极的来寻求 依靠主耶稣基督 靠着主刚强起来 爱我们的阿爸父 一定很乐意见到你我有一个得胜的一个人生 雅各的大腿窝虽然扭了 好像在他的人生里面有得胜但是也有失败 有困境有不完美的一个时候 但这也给我们有了更多倚靠主耶稣 不依靠自己的一个提醒 这反而对我们是一个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愿意更多的来依靠耶稣基督呢 各位弟兄姐妹 二十六节这里说 那人说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事实上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基督徒 有从神来的祝福 是胜过于一切 在雅各人生的转利点 雅各做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无论摔跤是圣是父 他紧紧的抓住神 求神给他祝福 他没有得着祝福 他就不罢休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是神所喜悦的 就好像一个学生 非常的认真学习 常常找到机会 就向老师虚心的来求问 老师一定非常乐意来教他 很高兴有这样子的一位学生 圣经上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因为还祈求的就得着 你们中间有谁 有儿子求饼 反而给他石头呢 我们这些在地上的父母 虽然不完全 我们还知道把好的东西 留给我们的儿女 更何况 爱你爱我的阿爸父 岂不是更要把那更好的来赐给求求他的人吗 所以雅各抓着哥哥以扫的脚 他来到这个世上 之后又用一些心思来抓东抓西 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当雅各遇见了神 他有了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 是要与神与人教力都得胜的意思 当我们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就开始不再单单的来靠自己 而我们是要来依靠主 能够得利得胜 我们不是依靠别人 而是来依靠耶稣基督 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 你我都有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名字 就是真正的以色列 从今以后 我们要有一个靠主得胜的新生命 雅各给那一个遇见神的一个地方 取名叫皮奴遗乐 意思是说与神面对面 还要还因着与神面对面 神还存留他性命的意思 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在QT的弟兄姐妹 天天都在自己的聘努以乐的当中 与神来与主面对面 祝福大家都可以日日与主来约会 时时警醒读经祷告 常常的遇见神 每一天都有神迹 骑士随着 每一天都是新的 当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要向神祢来祷告 祈求祢来祝福祢的儿女们 当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祢的面前 当我们依靠祢 不依靠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要经历到神祢的话语 带给我们的能力 带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要听见圣灵给我们的引导 让我们透过依靠神 依靠耶稣基督 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每一天都有神迹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每一天在我们生活的日子的里面 都有神迹启示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